你有吃过汤的意大利面吗 这家餐厅是日本最大制面厂 海外开设的第一家分店 选用泰国蓝钻蟹 搭配番茄跟特制的高汤 做成了汤的意大利面 汤头喝起来浓郁 但是相当爽口 面条则是引进了制面机 在店里面直接做意大利的生面 现做现煮 难怪口感特别Q弹 机器不停转动 刀片一滑 一个个贝壳面 掉下来造型可爱 光看就好疗愈 还有绿色的蔬菜面条 在这里吃到的意大利面 不管是细面 血管面还是宽面 统统出自这台意大利进口的制面机 现做现煮 新鲜上桌 在日本是一间很大的制面公司 它供应就是日本很多的店家的 意大利生面 我们这个品牌就是 从日本的海外第一家分店 我们从制面到上桌 都是在我们这家店 缩短上桌距离 新鲜看得见 意大利生面只需煮三分钟 面条制作特殊 料理口味也别出心裁 一大只蓝钻螃蟹下锅油间 加入高汤和番茄酱炖煮 一整只爬在面上 垫覆传统吃法 汤的意大利面浓厚香醇 蟹肉鲜甜细致 意大利面吸附汤汁 弹牙QQ的口感 再喝上一口浓郁的汤头 令人惊艳 我觉得最特别是它这边吃到 有汤的意大利面 最主要是它那个汤的味道 还蛮浓郁的 其实它有点像浓汤 那生面的面条 它会比较能吸汤汁 觉得它那个味道有吸进去 所以吃起来那个味道 还蛮浓郁的 培根爆香加入特制白酱 与新鲜菠菜 搭配菠菜口味的意大利面 鲜绿色光看就好健康 面条滑润咸香 层次丰富 吃到最后也不腻口的好滋味 吃得到那个淡淡的菠菜的香气 那还有它们自己的那个 小麦的面相 吃起来的话是比较弹Q一点 不会像一般的意大利面 它可能吃起来面心比较硬 然后所以吃起来就比较硬 那事实上它这个吃起来 非常的舒服 而且很适合怕吃蔬菜的人 或是说像小朋友的部分 他们就很适合吃这道菜 帆利贝瞎子加入白酒 下锅油煎 再倒入蛋液 在高油温下瞬间起锅 淋上番茄酱 就完成义式海鲜炒蛋 口感滑顺超滑溜 海式的虾仁炒蛋 或者是说番茄炒蛋的部分的话 来讲的话 它的蛋都会比较硬 就是一块一块块状的比较多 比较软Q的 比较滑顺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里面它还加了两种不同的海鲜 比如虾子的部分就非常的新鲜 因为吃起来的口感 就是觉得很Q弹 就吃得到那个虾子的鲜甜味 披萨起司在烤炉上冒泡 朝诱人烤到围焦后出炉 但上头怎么没夹料 放上冰淇淋撒上黄豆粉 淋上黑糖酱 日式风味的甜披萨 饼PQ到像在吃麻糬 黄豆黑糖香气在饼腔串出 香气十足 是甜点控的最爱 我们的面团就是 我们都是自己揉的 那面粉也就是使用 日本进口的面粉 因为它搭配黄豆粉的关系 所以吃起来并不会很甜很腻 这样搭配起来 我觉得还蛮让我惊艳的 尤其是它的那个饼皮的部分 不会像一般的那个饼皮 感觉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嚼劲 然后或者说太死硬这样子 但事实上它是蛮Q软的 感觉吃得出它的生命力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虽然是薄 可是还是蛮Q的 喜欢黑糖的话 你就会很喜欢这一道 因为它那个黄豆跟黑糖超搭的 充满日本风味的意大利餐厅 是来自日本最大制面厂 在海外开设的第一家分店 从制面技术到料理方式 日本团队来台亲自指导 精心打造软Q的意大利生命 不仅征服日本人 也掳获台湾人的味蕾 接着黄云丑打台北报道